大家好我是小悠 死神千年血戰篇也已經播放3集了 根據動畫3集定律這個說法 死神這3集究竟表現得怎麼樣呢 就讓我們一同來看看吧 我想有很多人都會用一個字來形容死神 也就是潮 故事的開端就是向我們介紹 在如今的2022年 以現在的動畫製作水準 直接讓死神可以說是潮到出水了 再簡單的消滅虛這種任務 就可以看到衣服他們非常絢麗的表現 尤其是由動畫完結了10年後的現在 那個萬劫的動畫實在是無可挑剔的帥 再來是一方向一戶的挑釁 他那精湛的演繹 都讓我想到隔壁在打牌的那群人 最後再向我們展示有花巴赫到底有多麼的把氣 之後片尾再讓我們看到滿滿的回憶 動畫第一集就這麼結束了 再來是第二集和第三集 就是向我們介紹面穿師到底有多麼的強 只能說早期的十天羽龍並沒有展現出來 而導致讓我們感覺面穿師好像一個能打的都沒有 看到那些早期實力還算不錯的角色 被面穿師他們給徹底給碾壓 就有一種說不上來的感覺 畢竟少年漫就是這樣 基本上越後面出現的角色就是越強 由於目前動畫也只做三集 最多也就是做到有花巴赫像刺文街開戰而已 所以並不能斷言死神的前三集是不好看的 因為故事才正要開始 所以什麼動畫三集定義對我來說是不成立的 只能說十年後的現在 還可以看到會動的死神已經很不容易了 在這個時代都是滿滿的重製動畫 然而小手舍卻是選擇了續作動畫 主打的客群也就是看過早期死神的動畫 或是漫畫的觀眾 並非是要推坑別人的作品 雖然我們都知道死神有很多的缺點 劇情還有很多不符合邏輯的地方 但是對我來說 能看到千年血戰的動畫 我就已經十分的知足了 想當年早期還是用電視在看死神的時候 都還是在聽飛輪海的不死之謎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和我一樣印象特別的深刻呢 好了影片到這邊就結束了 千年血戰真正好看的地方 還是要等到後面 我是小優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訂閱和分享 那就謝謝各位